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这边输球之后呢 那么他去为对手去鼓掌这样的行为呢 他觉得很有可能去激怒了翟小川他们 所以呢才会导致双方这个冲突的一个产生 当然其实啊我们也看到毕竟呢对于整个媒体记者来说 确确实实呢在场上表现的时候呢 也不应该说用这样的一个行为去影响到这个球员 毕竟我们也看到确实啊这些媒体呢距离这个球队的一个情况呢 确实距离是相当近的 那么基本上就隔着一个篮板 很有可能他们一些一些所作所为呢也会影响到媒体啊 这个球场上球员的一个表现 所以如此来看很有可能确确实实就是因为这个美女记者呢 他的一些行为有些过激呢才会影响到翟小川 那么对翟小川来说那么恐怕这样的一个解释 如果说真的是真实的话可能呢也会有些尴尬了 毕竟对于一个球员来说 他又是北京首钢的一个队长 虽然说那么其实这些媒体记者呢给对手鼓掌这样的行为呢 或许会让他比较急躁 尤其在球队输球的情况之下呢 他可能更觉得无法忍受 但是毕竟呢作为一个球队的队长呢 确实应该稳住自己的一些心态 尤其在比赛落后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更应该那么其实用自己强大的心脏呢 把这样的一个局面给挽救回来 既然一来呢才能够体现他作为队长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作用 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是他 从目前整体比赛的一个情况来看 包括赛后的一些解释来看呢 我觉得双方的一个情况都有所不对 毕竟呢作为一个媒体记者呢 更应该客观真实 不应该在场上表露出自己太多的一些主观的情绪 而作为球员来说也应该呢保持一个冷静的一个心态 那么确实呢把比赛打好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其实你和场上呢去发生一些冲突 其实对自己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 对球队来说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好处 所以总的来说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希望呢 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不要在场上了做出太过激的一些行为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 拜拜